你喂我 我在喝 好嘞 我就喂你 好 好 来 好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好 来一口 再来 再来 好 好 认识 建章 是我 你不认识我了 我当然认识你 这谁呀 真讨厌 真不知道 扫兴 燕燕 你跑哪儿去了 来这么晚 来 陪我喝酒 来 来 来 喝喝吧 来 来 你看 建章 是我 我是 燕燕 我知道你是燕燕 来 来晚了 罚你一杯 喝了这杯 再给我唱个小曲 是啊 上一家 喝了 喝啊 喝啊 喝完了 他伤你好多银子 就是啊 我喝了 不喝 走开 走开 不管他 我们喝 别管他 别管他 来 来 咱们喝 咱们喝 来 来 来 咱们喝 喝完了 来 咱们唱小曲 真好 喝 今晚 回来了 来 我正在照料我们的天丽呢 希望他很快就可以开花 听沈副官说 你今天去许家了 许奶奶 许奶奶 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见着他现在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整天醉生梦死 自保自弃 今晚 真没想到 我当初的任性而为 竟然会害得许家 家破人亡 就这样吧 按这个马上去办 交秘书室 因一份和影军的停战协议 给我过目 好 我马上去办 等等 前天要运往旺州的那批物资 运出去了吗 哦 还没有 不过一定预订好了商号 后天即刻起车 给他商号一点赔偿金 把这笔生意 留给许家去做 四少 这 还不快去办 是 杜军 请 杜军 请 杜军 请 许少爷 不认得我了 你 你 你来干什么 成州一别 许久未见 如今我驻军污迟 特别前来 看望许少爷 你是来转程炫耀的 还是来羞辱我的 请你滚 许少爷 我此番前来 纯属好意 好意 慕容风 你强权威逼 夺人之期 你毁了我们许家的声誉 我们许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完全是拜你所赐 你今天来还说什么好意 你能有什么好意 既然你这么直接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 原本 我和静婉相爱 非关他人之事 但是你没有婚约在先 也的确是我慕容风 横刀夺爱 我们夫妻二人 一直有亏于心 不知道如何弥补 如今 看到许家败落 正是需要人雪中送炭的时候 所以 我就来了 雪中送炭 天下还有如此可笑之事 这里面 是成营铁路 成军地界的铁路通行特别派司 里面还有一份 是成军 军需物资的大宗买卖合同 你是个聪明的生意人 你知道这笔买卖会带来的利润 如果你接受这笔生意 许家定能东山再起 慕容风 仅凭这么一点小小的恩惠 就能弥补你对我们许家犯下的罪过吗 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这当然只是第一步 以后 我会带来更多的买卖 慕容风 我告诉你 我许建章宁可言见要犯 也不会接受你慕容风的恩赐 也绝不接受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可怜 我原本以为 昔日静晚的未婚夫 多少有些可用之处 但是没想到 我看到的 却是个如此窝囊 如此愚笨的男人 你简直就算不上是个男人 祖母病重 你可曾经过孝道 家道中落 你可有尽力挽回 只知道在这边怨天诱人自暴自尽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不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